这是一个思想实验 假定在不久的将来 你坐在你的无人驾驶汽车里面 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你发现你周围全是车 突然一个巨大且沉重的物体 从你前面的卡车上掉下来 你的车来不及刹车来避免碰撞 因此它必须做一个决定 继续往前然后撞上这个物体上 迅速往左撞向一辆SUV 或迅速往右撞向一辆摩托车 你的车应该以你的安全为重 从而撞向摩托车嘛 还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危险 不迅速转弯 即使这意味着它要撞上 那个巨大的物体 并牺牲掉你的生命 抑或是应该选择中间道路 撞向SUV 因为SUV的安全性能较高 无人驾驶汽车应该怎么做呢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掌握这方向盘 不管我们怎么做 都会被理解为瞬间的反应 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这将是一个本能的恐慌举动 没有任何预谋或恶意 但如果一个程序员 要指令这个车 在未来的特定情况下 做出某一决定 看起来更像是蓄意谋杀 公平地讲 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预计可以大大减少交通事故和死亡率 通过在驾驶程序中避免人为错误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潜在好处 缓解道路拥堵 减少尾期排放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效和紧张的驾驶时间 但是交通意外肯定还是会发生 当它们发生时 意外的后果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 被程序员或政策制定者设计好了 这些决定不好做 我们倾向于提供一般性的决策原则 比如最小化伤害 但是这很快也会导致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决定 例如 夹钉前面的情况一致 但是这时候你的左边是一个戴着头盔骑摩托车的人 而你的右边是一个没戴头盔骑摩托车的人 你的无人驾驶汽车应该撞哪个 如果说撞那个戴着头盔的人 因为他的存活率更高 你难道不是在惩罚那个更负责任的骑摩托车者吗 反之 如果说撞那个没戴头盔的人 因为不戴头盔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是这样你就彻底违反了原先的最小化伤害的原则 无人驾驶汽车现在在主持公路上的正义 道德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两种情况下 其背后的设计都是基于某种目标算法 换句话说 它系统的倾向或者说歧视 某一类特定目标 而且目标车辆的车主就得承担这一算法的消极后果 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犯任何错 新的科技还引发了许多其他的道德困境 例如如果你不得不从以下两辆车中选择 一辆在事故发生时总是试图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的车 和一辆不顾一切拯救你的车 你会买哪一辆 如果汽车开始分析并考虑车里的乘客 以及他们的生存概率 情况又会怎样 一个随机的决定会不会还是比一个以最小化伤害为原则 事先设计的决定更好 谁又应该做这些决定呢 程序员 公司 政府 现实可能跟我们的思想实验有所出入 但是这不重要 思想实验的目的是对我们的道德本能进行隔离和压力测试 就像物理世界的科学实验一样 现在识别这些道德的急转弯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科技伦理的未知之路 并让我们充满信心和正义 使向我们的勇敢崭新的未来 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 不要忘记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